很多時候拉小腿 我們都知道有一個公佈的動作去拉 對一些真的怕著自己的腳跟 腳跟會斷的朋友 拉小腿也是一個很有用的預防工作 拉得多其實鬆弛得多些 減少他的張力 斷的機會率也會低一點 可可惜很多朋友拉小腿 只記得拉一個地方 原來小腿我們有兩個地方要拉 你看到前後腳 腳趾尖向前面 腳尖碰地 這就是我們常見拉小腿的方法 拉緊我們一個叫肥腸肌 很多朋友都在做 但你說第二個動作是什麼 其實跟這個動作很相似 我們拉一個深層的肌肉 我們叫鼻毛如肌 這個肌肉當你拉的時候 做的東西完全一樣 只不過你要曲膝 把膝蓋彎曲 有個弧度 但腳尖依然保持要黏著 你會發覺拉的時候 小腿的感覺好像拉低了 拉車的感覺 那就做得對 因此 下次當你拉小腿的時候 除了我們直腳 這樣拉之外 記住加上曲腳 會拉到我們比較深層 裡面少許個鼻毛如肌 這樣就是充分拉小腿了 拉的時候起碼要有15秒鐘 甚至朋友比較緊一點 可以拉到30秒鐘 為止一次 拉大約15指左右 你會發覺慢慢拉一下 拉一下之後 靈活度就會增加